应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舰 今天上午离开湛江港 将于11月28号到12月1号 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历史上首次访问日本 今天海军南海舰队为深圳舰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萧新年少将任指挥员 345名官兵随舰出发 在军乐声中披挂一心的深圳舰栩栩起航 身着07世海军春秋长幅的出访官兵均容严整 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 在日本期间 中国海军官兵将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相互参观对方军舰 中国海军军乐队除了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军乐团联合演出外 还将到东京市区为市民演出 深圳舰也将向东京市民开放 战江台报道 2002年4月 由于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中方推迟了海军舰艇编队当年5月的访日计划 此后一直未能成行 可以说深圳号的启航历经周折来之不易 相对于中方 日方对军舰互访更加积极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寻求与邻国防务关系的突破 但是专家指出 中日军事关系进一步发展仍存在着不少的障碍 不可能靠一两次访问就能解决 双方建立战略互惠的军事安全关系 任重道远 中方建立战略互惠的军事安全关系